热点资讯 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枫 一段时间以来 巴基斯坦达苏水电站通勤班车爆炸事件 牵动着不少民众的心 这起事件造成27名中方人员受伤 9名中方人员和3名八方人员不幸遇难 人们迫切需要知道这起事件的幕后主使是谁 以及事件的背后是否有恐怖组织的影子 在中方专家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12天后 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当地时间7月28日 巴基斯坦警方表示 两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袭击 达苏水电站通勤班车事件被捕 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说 两名嫌疑人是兄弟关系 来自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之省首府奎达 但过去15年 他们一直住在巴基斯坦东北部的拉赫尔 拉赫尔这个地方是巴基斯坦的第二大城市 爆炸案发生在开博尔、普图石省 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 是该国最小的一个省份 7月29日消息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当天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回答相关提问时说 目前中巴双方正就该事件开展联合调查 中方将继续同巴方加强协调配合 全力查明真相 严惩肇事真凶 同时全面确保中方在巴项目人员和机构安全 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然而据巴基斯坦报道 当地时间7月28日上午 巴基斯坦卡拉奇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两名骑摩托车的枪手 朝中国公民乘坐的汽车开枪 一名中国公民手臂中枪 在28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 中方正密切关注此事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该案件是一起孤立的个案 我们对巴方保护中国 在巴公民和财产有充分的信心 巴基斯坦GOE电视台 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称 达苏的这起袭击案 和拉荷尔多起袭击案 都与印度情报机构RAW有关联 印度调查分析局RAW 是成立于1968年9月21日的情报机构 其原本就是针对巴基斯坦 中国和孟加拉而设置的 现在RAW作为印度主要的 对外情报机构 其已成为印度海外干涉的重要工具 总部位于新德里 目前已在世界各地 包括中方和巴基斯坦 建立70多个情报站 所属人员近7000人 该局的任务中 包括在其他国家建立秘密组织 训练雇佣军 实施颠覆等活动 在成立之初 印度很快就找到了阿富汗卡德 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KHAD是捍卫阿富汗利益部 与KEM安全和情报组织 整合而成的部门 是阿富汗的主要情报机构 定位类似于苏联的克格勃 在1979年 苏联入侵阿富汗后 印度很快拓展了 与阿富汗卡德的合作关系 并形成了RW 卡德和克格勃三方 组成的合作关系 在80年代 RW就利用与卡德的关系 获得了大量的 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支持的 希克教徒民兵组织 后者寻求重建独立的希克王国 而巴基斯坦将不少当时美国CIA 援助给阿富汗游击队的物资 转手送给了希克民兵 当然后来随着阿富汗塔利班的崛起 印度与阿富汗卡德的合作 到2001年后才逐渐恢复 现在又有再度难以开展的可能性 印度RW组建了X反恐小队 和J反恐小队 当然这些以反恐为名的小队 主要任务是在巴基斯坦境内 特别是卡拉奇和拉荷尔 组织和发动恐怖袭击 这一系列行动主要目标是 迫使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 放弃对印度国内希克族独立运动的支持 最终在80年代末期 大致消灭了三军情报局 在印度庞哲普省的势力 并摆平了希克人 RW自然也援助了巴基斯坦的 大量分离主义运动 比如巴基斯坦就经常指责印度支持 在信德省活跃的信德分离主义运动 在庞哲普省活动的 塞拉基人独立运动 比鲁支分离主义运动更不必说 比鲁支解放军就与印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种关系几乎是公开的 而比鲁支武装 曾在2018年11月 袭击中方驻巴卡拉奇领事馆 有范式贤科 说起来 比鲁支武装的主要代表 比鲁支解F军BLA 最初是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 为了破坏巴基斯坦对阿富汗的支援 建立了一个反政府组织 其主要组成部分是 比鲁支左翼学生组织 曾以马克思主义为制造思想 在这一点上 道士和塔利班有部分相似 比鲁支武装认为 中方一带一路计划在巴基斯坦 特别是比鲁支省的实施 不利于他们的政治目的 涉嫌侵害比鲁支省的自然资源 所以对一带一路计划 持不满或反对态度 这是其2018年袭击中方领事馆的原因之一 巴基斯坦方面一直认为 比鲁支武装以及背后的印度调查分析局 涉嫌参与此次袭击 如今被抓获的两名嫌疑人均为比鲁支人 算是初步验证了这一观点 巴基斯坦前内政部长玛丽克称 根据八方的情报 这次袭击的背后黑手就是印度 其目的是破坏中巴关系 巴基斯坦现任内政部长拉希德 也证明了这个说法 拉希德称 外部势力想挑拨中巴关系 给外界造成八方安全局势 存在严重问题的印象 从而破坏巴基斯坦的发展 和中方在巴基斯坦的项目 印度一直很是敌视我方的一带一路计划 其认为该计划是对印度政治安全 经济利益的巨大威胁 因此印方不仅在国际上 带头反对一带一路计划 而且试图与美欧日等联合 打造另一版一带一路计划 并取代中方 以上种种均说明此次袭击的背后势力 印方具有很大的嫌疑 同时不排除印方试图将此次袭击 嫁祸给阿富汗塔利班组织 破坏中方与阿塔的关系 毕竟印方一直与阿塔不和 而在7月7号 阿塔发言人沙新刚向中方示好 声称欢迎中方参与阿富汗战后重建 阿塔将不允许任何势力 利用阿富汗向中方发动攻击 这时间显得巧合了点 不过由于RAW组建时 1962年的中国对印度自卫反击战已经结束 中国西藏境内的印度代理人集团 已经被连根拔起彻底清除 因此印度RAW基本上没有对中国西藏 进行过任何有效的渗透行动 虽然RAW主要针对的是巴基斯坦和中国 不过他们在南亚其他地方的活动更有效 RAW帮助训练和武装了当时的 孟加拉自由战士武装 这是在东巴基斯坦独立前活跃的 重要孟加拉独立武装力量 同样的 在1975年西津被印度吞并时 RAW被认为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2-1975年西津持续动荡中被认为存在着 RAW煽动和支持的因素 在缅甸 印度RAW也支持了缅甸的克星独立军等地方武装 用来对抗缅甸国内的亲中国武装力量 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伊拉姆蒙湖组织 同样在70年代得到了印度RAW的支持 印度RAW与美国CIA的关系比较复杂 一方面RAW一直在与CIA进行训练合作 而另一方面RAW在过去美国需要巴基斯坦时 无法被CIA同等对待 因为CIA当时更需要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 协助对阿富汗的情报支持 当然随着美国印太战略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展开 印度RAW预计会更多与CIA军情武处摩萨德开展合作 总的来说 虽然RAW对中国境内事务威胁不大 但是对于中国在巴基斯坦 阿富汗 缅甸 孟加拉 斯里兰卡的经济项目 都可能构成威胁 RAW在渗透 煽动 暗杀 恐怖袭击等领域颇颇有经验 这是非常需要警惕的 稍早前 解放军已参与到爆炸事件的调查中去 中国民众则希望解放军能够派兵进驻 巴基斯坦保护所在地的中资企业和人员安全 也有说法认为 中国很可能会效仿派出警务力量调查 2011年发生的湄公河惨案 彼时共有13名中国公民被杀害 4年 主犯诺康 桑康 伊莱 扎西卡被捕 2013年在云南被执行死刑 无论印方是想破坏中巴关系 还是想破坏中方与阿塔的关系 印度都不会得逞 在7月28号 塔利班负责人巴拉达尔亲自访问中国 再次对华表示友好 如今 714事件的调查还在继续当中 中方表示 将动用一切必要手段进行调查 无论最终凶手是谁 背后有多大的背景都将被绳之以法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